小虎 你好 你能不能带我走 别学我 你能给他送走 他能给他送走 这个我也知道 是做花圈的吗 我朋友说让我过来告诉你 我给你棺材香钻 棺材香钻 太好了 我觉得我又开展出新业务了 上次酒吧撒纸钱 是吧 这次棺材上香钻出来了 就得卖多钱 太好了 那你能带我走吗 还是最后这句话 这帮仨女 真受不了这帮仨女了 一个个的 一会儿你跟她走 一会儿跟她走的 你干好还走 我就这样时的 我宁愿让老爷们身上有 就像我爸那种猪粪味 推着垮车的就清猪粪的 我也不嫌 那老爷们身上喷香嘴 那得了吧嗓的 我的妈一看就渣男 那给跟前一货 给跟前一货 那香 或者那凶鼻子 我可受不了 她做珠宝设计师的 给人设计珠宝 她神神带着猪粪味 给人拿这个钻器 你想象一下 我感觉男人不应该就是这种的 就是像牛犊子舔的 反正我就是欣赏不来这种造型 找出门啊 马上牛犊子开始舔了 完了还喷点那个好几克拉 那个纹布丁啥的 我受不了 你以前看节目看过她吗 我就是她印象深刻了 你对她的评价是啥样的 刚开始以为她是节目安排的 你们特意让她这样的 为了节目效果 现在怎么看呢 真这样 多谢你来证明一下 给你们讲就是我们经常 王老祖在说话的时候说 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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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这种状态的啊 但是呢我们又想就是 这就是真实的她 表现出真实的状态 就对了是吧 就我说你看 那你要是找这样的男朋友 你们两个约会 可能就是不能上麻辣烫馆子了 就可能上西餐馆子呀 我上西餐馆子前两天 我相亲之类的 那我吃不了那玩的 也是前两天 学生家长给我接着过去馅 上那个西餐馅 我就说这吃点面条的啥的 那个米线啥的都挺好吃的嘛 坐那会的时候 就点了份牛排 烂七八道的 完了我就感觉 我这啥玩能 咋硬去脸的那丑子 他有点学了吧叉的 那个就是好像没整熟也不咋的 我说你去找服务员 要送筷子吧 他说要送筷子 那不用了 那啥我给你切吧 就这样说 我说那不用了 我上手抓吧 完了我就给那个 就是那个那馆子里头 餐厅那个馆子里头 我就用手抓的咬的 完了我感觉那盘子跟起来 还有那个洋葱卷的啥的 然后我感觉吃的还挺好吃的 但是吧 它是蒸过的不好吃的 我说你去上那个厚厨厚 要就一大头那个生的 我就一边咬的一边吃 完第二天果果他妈 那个我那个学生家长 就跟我说说 那拉倒了 那行 我说了 说他长得是挺好看的 但是他这个造型 能找着对象 你为啥把这样事 得接受给我的呢 往往那学生家说 他带孩子是挺好的 反正就是从哪这件事 没啥人敢够介绍对象 你看这 你那么重视 你还 你这么随意 结果这个亲乡的 是不是有点可惜了 对不对 也长成了我喜欢的样子 我喜欢他 虽然说你看着他表面知道吗 比较大大咧咧 其实他这个人内心非常的柔软 有句话就是大家所说的 温柔之给一种人 我从第一次坐在台下 看见他的时候 我的心里就已经种下了这个种子 经过这不断的发酵 到最后 别的什么树 什么花我都不要 我只要他 哪怕他是一颗狗尾 狗尾的草都好 我只要他一个人 就认定了 对 就认定他一个人 晶晶 你能转过去吗 哎哟 哇 哎哟 我的天呐 三 二 一 我许你千言万语 你说你没事总去一几天家 拿个箱子 你还了各种歌吧 我给你准备了 满满的凉土兰的女伯伯 啊 啊 这得花多少钱呢 买这老鞋伯伯 我买的这些东西 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 反正我挑的也是我爱吃的 每次你直播 我都会去直播间去看你 然后每次都会逗你 关交兔兔小宝贝 然后我还告诉过你 我说你等着我 我一定会来的 今天我没有违背我的诺言 我来了 然后我还有两份礼物 这两件礼物吧 都是我亲手做的 因为花钱买来的东西很容易 但是说想表达自己的心意 我想还是用我的双手吧 去给你制造一个惊喜 那那个呢是小熊扎的一束花 这个呢 而这个是用永生花扎的一个小熊 永生花的花语意是守护的爱 这个熊呢就代表了我 就代表着我想守护你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熊没有眼 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它就是我的眼 因为它就是我的眼 你离开我看不然 我看不然